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道葱姜鸡的做法 首先准备3个鸡腿肉 先把骨头去掉 然后再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 加入半勺盐 一勺料酒 一勺生抽 一勺麻油 一勺清水 少许的胡椒粉 一勺蚝油 一勺玉米淀粉 再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放在一旁腌制15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块生姜 把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把青葱 把葱白切成段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把剩下的青葱也切成段 把青葱和葱白分开放 准备三半大蒜 准备三半大蒜 把它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热锅倒油 油热之后先放入姜片爆香 爆香之后再把蒜末放进来 把葱白也放进来 翻炒爆香 然后再放入腌好的鸡肉 翻炒均匀 把鸡肉炒至完全变色 然后加入一勺老抽 半杯清水 搅拌均匀开大火把它煮开 煮开之后继续把它翻炒均匀 把酱汁炒至变得浓稠 最后再放入青葱 快速的把它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啦 香喷喷的姜葱鸡就做好啦 这样做出来的姜葱鸡滑嫩多汁好吃到爆 配上米饭最少能吃两碗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喜欢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